等六用便能通灵而不割葬 六根互通 共用清静而无所染着 外气皆知十方世界 及于内身心有情界 一切一报正报 皆如肺流离宝 内外明测 换句话说 什么叫做佛 佛就是能透视 这个世大的假和 能透视一切万象都是缘起 若见诸相非相及见如来 你能了悟一切相 总是因言和和的 它不实在的东西 万法无有真 理假一切真 就是这个道理 肺流离宝 简单讲内外明测 意思就是说 佛有贯穿 相的能力 能穿越一切相 都是假相 他知道执着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会变成心灵 清静心的绊脚石 变成生命内在世界的压力 所以我们简单讲 就是哪一块大石头压住自己 不肯放使那些不必要的观念和争执 我们把自己压得死死的 是佛所同情的 我们把神经系统紧奔着 斤斤斤计较 晚上连睡觉都睡不着 为什么 何苦来哉 正因为我们没有误 不知道说 子也要过日子 放下也要过日子 当然就是放下的日子 比较快乐 是不是 通通如一 无有隔阂 此名是因尽之相 以是因尽固 世人则能超越命着 即超越以反观其是因之所由来 乃至全是以非由之王相 体性空极之虚无等颠倒的妄想 换句话说 一切众生都是因为执着 分别颠倒妄想 继续造业 继续轮回 而轮回的很悲哀 很可怜 就是多此一击 本来就空 没有轮回 但是我们对这个虚无的假象看不破 就拼使命的以为 有一种东西可以追求 因此妄想不断 颠倒不断 执着不断 争执不断 吵吵闹闹过一生 指令非由而现有 以为其身 身其之本 以为其身其之本 二四六五 那么前面这两段是初相跟末相 师父讲的就比较详细 因为世音对大家来讲很难 因为它很维系 而连二圣男都无法穷教 何况我们反复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